演说梦场轮到我上场 我是刘津平 目前人在马来西亚稍微跃古静 我的讲题是最美的脚印 虽然我年纪上小 但走的路可不比别人少 就说几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吧 我曾经因为遭受妒忌 而背到我一个年级的学长 在众人面前当众羞辱 我曾经遭受过霸凌 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我也不敢告诉父母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看见那张我幼儿园的毕业照 告诉自己说 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你一定可以的 所以最后我撑过来了 我不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而哭得稀里哗啦 我变得比以前更坚强 其实 虽然的波折坎坷最后留下来的 何尝不是最美的脚印 失去过的人最后都学会了珍惜 失忆过的人最后都学会了坚强 失败过的人最后都学会了坚持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边的关键词不在于失去 失忆和失败 而是过 只要你走过来了 你一定会成长 身上的盔甲一定会更厚 留下来的一定是最美的脚印